近日,林小璐与一次新男友约会的视频被曝光,引发了网友热议。 视频里,林小璐和男友将车停在马路边,之后男友从车里走了出来, 去便利店买了一些吃的后,跑跑跳跳地回到了车里, 看起来约会的心情相当愉快,男友戴着鸭舌帽,风格看起来相当嘻哈。 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,林小璐还是很喜欢这种风格的男孩子, 之后他坐上了驾驶位,这辆兰博基尼是林小璐日常作家, 价格在300万左右,两人在车上又待了一会儿,似乎在聊天。 其实这已经不是林小璐第一次被拍到跟该男子一起约会了。 早在半年前,就有网友拍到两个人同回豪宅过夜, 如今又被拍到,想来二人的关系已经不言而喻了。 在和加拿亮已经离婚后,林小璐的感情状态一直都是备受关注。 之前不少网友们都在猜测林小璐的私人感情, 有人说林小璐和加拿亮复婚,不过现在看来二人应该是复婚无望了。 目前林小璐一个人带娃,不仅要照顾甜心的生活和学习, 还要兼顾到自己的品牌事业,日常生活很忙碌。 如果林小璐这一次真的是找到了真爱,那就送上祝福了。